回到本港 國慶煙花會演夜晚舉行 警方說有大約44萬人 在維港兩岸觀賞煙花 有內地遊客特別在國慶假期 來香港看煙花 感覺難忘 潘衛林報達 煙花會演在夜晚9點正開始 十二幕煙花 逐一呈現在維港兩岸的市民眼前 每一幕都有不同的意義 好像環形中間加個八字 就是預祝08年北京奧運成功 黃色瀑布煙花 閃爍生輝 猶如旺河的壯麗景色 灣仔金子京廣場逼滿了人 煙花爆炸聲鎮意欲農 他們都高聲喝彩 好好看 煙花最好看 最後那個 因為大聲 有第一次來香港看煙花的內地旅客說 印象深刻 搞那個八字 很發達 香港發達 非常有意義 覺得好像這個 很成功 好像表現香港 那個經濟已經復甦了 今晚一共發放了三萬枚煙花彈 耗資三百萬 而會煙的主題是 邁向和諧新里程 寄予香港更加繁榮和安定 無線電視記者 潘麥林報道